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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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第一个小屏幕 香港第一个市场 香港对面有一个康乐大厦 这边有第一个小屏幕 就是说它的确 的确它跟香港 但是我觉得DNG也没什么损失 它这么一吵一吵 不是更加出名的 本来这个名字大家读都读不出来 现在很多人都记得 我觉得从他的商业眼光来讲 也没什么 不一定 我在那几天 有人会因为这个原因 不买他的东西 我跟你说 这件事情对他的伤害 到现在还也消除不了 因为我就举个例子 就在那几天 闹得最厉害的时候 我在中环走过 经过他在中环的店 还不是DNG 而是Doshen Gabbana 就他的那个母店 我看到旁边就是Armani 什么里面都很多人 就这里面真的是没人 而且你知道 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 企业 你知道企业 包括大陆的企业都明白了 企业做到一定程度 不是说你买不买我DNG的东西了 它要混社会形象 符号 我这个形象在社会上差了 完蛋了 人人痛骂 被人当笑话讲 你这个企业又能怎么样 做人真是太难了 一不小心就得罪人 我跟你讲 我那上次节目里边 我还提了一句 我说那两个设计是男同性恋 是吗 Doshen Gabbana 他们是 其实我讲这个话 没有任何的贬义 我只是说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不知道怎么就得罪了一个网友了 他就说 男同性恋怎么样了 得罪了你了吧 然后来一个抗议的贴 那贴没关系 他来几百个 就每天跟你来 就每天来几百个 当然我知道他也没什么恶意 可能他就是比较 他的愤怒 但是我想澄清一下 拜托 我一点都没有贬义 在使用这个词 其实没什么 因为很多实装设计师是同性恋 对 Comfort他也是多帅 所以这个解释清楚了 也解释不清楚 就这样 这我没得管 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秀才玉角兵 你有理说不清 不是 我不是说是这个 我是说这个争吵 在这个社会里 你像那天咱们讲的最近那段视频 什么的 你就会觉得 这个视频上你看 全是争吵和这个冲突 我就是说 还有一个 最近也是在香港的网站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陆网站 也都在传 就是在地铁里 这个香港的人和大陆的游客 游客 骂战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 让我觉得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因为从DNG这个事情里面就有前台词 对 他关系到 近些年来 咱不能说全部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香港人 对大陆游客 或者说大陆人 有一种 反正不简单的心理 咱们可以看看 这次又说是怎么回事呢 好像是说 一个香港人在地铁里 他先是听见 大陆人说什么话 说什么话呢 你可以看看这一幕 在地铁车厢里 你用那么大的事情 这就是大的事情 那不少的事情 也是不错 我看你们知道我们就行了 要用 他们在这吃 吃到小的身边 跟他们说 我跟他们说 不可以 然后别人骂我们 怎么这就是香港的地方 不是的 一起落车讲 不用跟他讲 他们这些大陆人是这样的 不用跟他这样讲 落车 女人就像片里面看到 她小孩在车厢里吃东西 有香港人看不过 地铁车厢不能吃东西 但是我也吃过 但是被工作人员就 管制 就说你不能在这吃东西 但我觉得这个事是有点夸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回想一下 香港人自己这么不在地铁吃东西吗 这咱不了解 他们也吃 当然看你吃什么 你比如说吃盒饭 泡个方便便 那当然不行 但是很多小鳞嘴啊什么 大家也会吃的 就我也会看到 我就想象过这个情景 假如说是个香港妈妈 带一个香港小孩 那香港小孩吃个小点心 其实是个小孩嘛 那我觉得一般香港人也就算了 但我觉得这回真的是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还是第一眼睛的问题 就是大陆人跟香港人 现在在香港市面上 尤其这一两年是出现一些矛盾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因为我自己这个身为大陆人 我要讲这个话呢 大陆人可能会骂我 但是我必须说真话 说真话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过去我总去奸杀嘴 对吧 那么现在他们说奸杀嘴全是这个被大陆收复了 是吧 就是这个大陆游客 这个多都去奸杀嘴 也可能是因为拥挤吧 但是我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 就是近些年呢 我越来越不去那里了 我会去港岛 去铜锣湾那边 我就会去那边逛 那么你说 我是不喜欢大陆人吗 我不知道 可是我怎么总觉得 但是这个理由是的 我一想到要去那啊 我脑子里有个想法 就会觉得 哎呀那大陆游客比较多 我又不是说说他们不好 你不也大陆来的吗 我觉得这有点 还跟身份有关 比如说像 其实我也是 我以前也会去海洋 我觉得去了很少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两个去呢 也许偶尔有些观众碰到 或怎么样 可能是 因为有关系 只会拉着你说半天 要拍照要什么 那你就觉得 那是我私人时间 我去拿个东西 买个东西 就觉得有点不太方便 那但我觉得 我不晓得你又怎么样啊 因为我这个香港人呢 我又有另一种感受 就是的确我在那边 这几年有个感觉 就是如果我去讲广东话 人家不大理由 是吗 对真的会有 有些商店 我就看到比如说 如果很多大陆游客 在一个店里面买东西 或怎么样 那我们想把他说 他不理你的 后来等很半天的 然后因为大陆游客给钱多 也比较豪迈 那余顺呢 余顺呢 那服务对香港人的确是没有那么 没有以前那么亲切 是有这个情况 所以所以DNG也好 这些事情也好 我觉得关键一点 还是一句老话 要平等 这很难 就是说我们一般都看到 你亏待一个人 是一种歧视 比方说 对不对 你别人可以做的事情 不让你做 是一种歧视 我们忽略到另外一条 优待也是一种歧视 你看他们画了一个漫画 就是说内地的游客 在里边 达便 他们也不管 达便这是夸大了 但是我上次举的例子是 躺在那里睡觉 但是他们明确不管 谷起 就在原方的谷起里边 适邪的地方 就一个男的就躺在 那个适邪的那个沙发上睡觉 我估计就是他老婆 或者家里什么人在买东西 他累了 他就躺下睡觉 咱们知道这个大陆那个宜家吗 宜家是有大陆人 也都知道 当然肯定大陆人了 去睡午觉的 在那个卖床的地方 不是 不是 那天那个情况 我看得非常清楚 就如果他是一个香港人的话呢 那个旁边的工作人员呢 要么就会来关心你说 某些啊 总归以为他身体做什么事 否则的话呢 就会有点劝阻 一般也很少发生 但是他服务员为了做生意 对于顾客采取 double standard 就是双重标准 他就说你们来花钱 你们豪迈 我对你们的礼貌的这些要求就放宽 这好像是优待 其实我们想想 这种优待是一种侮辱 是一种 是一种歧视 其实也不尊重 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打个再简单的比方 如果说我们这个学校收分 大家都是一千分 你要人家一千二是一种歧视 八百就录取了 这也是一种歧视 就某一种人啊 八百人就给你录取了 这个你虽然进去了 其实你心里想想 他当你们是比较弱智的一群啊 所以你八百就可以进这个学校了 徐老师这么解释有意思 对 所以我觉得关键的核心 还是一个人格平等 他做生意 你再大牌 你越大牌 你还是 你对所有的人 不单是大陆 不单是香港人 你对全世界的人 你应该是平等的对待 你不能对某些人 优待 你一优待的话 说实在话 被优待的人心里也不舒服 对 你不能说你有钱 就允许你豪迈 穷人就只能晕菜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零九日古坊